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七娃在入职前一天就花光了身上的积蓄 把地里的衣服全试了遍 只见赤城黄绿青篮子 衣服款式适妥使 七娃拿着选好的衣服这只被换 厕所迎来了两位老员工 大娃和二娃 大娃小小拿了今晚要发布的新品牛仔裤来穿 并警告二娃不要乱说 否则就向上司举报二娃和小鲜肉在试一间乱稿 二娃只好选择闭嘴 今晚是新品发布会的筹备期 众人姐姐等待创始人前来 此时大娃突然肚子疼 以为来大姨妈的他偷溜去了厕所 经理警告他把牛仔裤换了赶紧回来 大娃假装信号不好丢了对讲机开始蹲坑 可是他不管怎么拉拉链 就是解不开裤子 而且裤子越来越紧绷 大娃被拦腰截断 腰兽马牛仔裤杀人了 此时蛋家还沉寂在创始人洗脑的海洋中 只见牛仔裤慢慢蠕动 擦干了地板上的血迹 不只会细脱布的地堡 牛仔裤来了 2200怕大吸力 一次完成扫吸脱 走过一遍即可干净 Banana测底系统 提升4倍清洁力 突破自清洁技术 量子吸污 甚去换性麻烦 地宝牛仔裤 灵动上市 哇好心动 看完我赶紧拿起了自家牛仔裤 你 成事去 搞错了出来 这是一款改变世界的牛仔裤 第一次与平安银行的程序员合作 能够受热活化符合你的独特身心 无论男女 不分马术 人人都能穿 采用产于印度大平原的棉花 飞机应改造 不强迫劳动 无侵害人权 它就是充满人道主义的超级塑形库 天呐 这是太改动了 等过了今夜的陈列筹备 明早八点 他们就赢了一大波韭菜 呃不是 是上帝 网红主播四娃也迫不及待 拿到了最大的推广折扣 今晚就要来抢先直播 训练会结束后 员工们立马激情投入工作 经理和副经理赶紧上前拍马屁 为了晋升区域经理 两人明争暗斗 明天摔得业绩高 谁就晋升 充满兜智的经理 还不忘摸鱼的大娃 立马叫二娃去厕所捞人 二娃不爽 但还是得服从 他来到厕所 只见牛仔裤 却不知大娃在何处 他拿起了牛仔裤 立马中了血轮眼之术 轻不自禁穿起了牛仔裤 开始了华丽的跪步 最后二娃已扭曲了脚步 朝挂一勾冲去 狗呆了 经理怒了 二娃肯定也去摸鱼了 于是他命令听话的新员工 七娃去找人 七娃来到厕所 发现洗手盆下面有头发 打开柜门一看 哦大娃原来你在这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缩一结石 哦经理这一看就是他杀呀 该报警吗 不能 我们封锁了现场你忘了吗 经理解释到 处于新品发布的保密时期 他们隔绝了与外界的信号 需要到明天早上新品上架时 再报警 CCC的精神 一向如此 以大剧为重 格局打开 你会获得新世界 七娃同意了 然后他们一起把尸体丢进收纳箱 经理表扬了七娃的勇敢 决定给他一个月 员工临员购付力 他只是不报警 还破坏案发现场 再加上转移尸体 但他却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团建机会 能与上司建立信任 还有如此丰厚的奖励 家人们 先把赚到了 打在公屏上 七娃重新回到工作现场 经理见二娃失踪 又让三娃去找 结果三娃让牛仔裤媚惑了 被残忍的吞噬 连人又发现三娃被删了 这次无论如何 七娃都想要报警 经理直接背后给了他一棍 午夜12点 网红主播四娃登场 得 又一个来送的 他一眼就相中了塑形库 狗特的经理 立马跑去拿相依的码数 由于新品发布是保密的 附近一直允许四娃进行视频拍摄 为表诚意 附近里也狗特的跑去办公室 拿独家礼品 准备送给四娃 拍摄正式开始 四娃刚开始表演 牛仔裤就受不了 直接给大家表演了一个 当代网红上吊 现场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 牛仔裤 杀人了 对 牛仔裤 开始大杀特杀了 刚从仓库拿裤子回来的经理 大吃一惊 立马滚回了办公室 碰到了正来找礼品 毫不知情的副经理 这是个产出竞争对手的好机会呀 经理不劝阻想出事的副经理 在监控里听到副经理的惨叫声 他开心极了 这样一来 区域经理就是他了 被派去仓库整理模特的五娃逃过一劫 听着歌的他还不知道 同事们已经全部狗带 此时牛仔裤慢慢的接近他 但听到五娃放的歌后 牛仔裤的DNA动了 多冷啊 我在东北万里巴 虽然东北不达 我在大列没有家 多冷啊 我在东北万里巴 虽然东北不达 我在大列没有家 多冷啊 这一幕翘被摄像机拍到 醒来的七娃赶紧去休息室找五娃会合 他把牛仔裤杀人的过程给五娃欣赏 五娃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可门已经封锁 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此时对讲机里传来回应 经理还活着 他在办公室 他不情不愿的给他俩开了门 他们在监控里 看到了牛仔裤附身在了模特身上 七娃灵机一动 再次广播了印度歌曲 模特随着音乐摇摆了起来 他是个印度鬼 表明了国籍的他用着二娃的手臂 书写着冤屈 原来他是一名13岁的印度少女 在采摘棉花时出了意外 他的身体和血液 随着棉花被制成了牛仔裤 牛仔裤被这个运灵少女附身了 所以说 CCC宣传的都是狗屁 雇佣同工 略制棉花 血汗工厂 一条成本五美元的牛仔裤 愣是卖到了150美元 七娃灵偶像的滤镜彻底破碎 他们要帮少女讨回公道 把录像公知于世 可经理不干了 这要传出去了品牌形象受损 他还怎么晋升 为了拿到录像 他开始追杀两人 假装交易的五娃 被不讲五得的经理捅了一刀狗带 拿着数据卡的七娃 躲在一旁无声哭泣 被经理发现 他恰意了七娃 正打算补刀时 牛仔裤军团出现了 就这样 经理被牛仔裤围殴致死 醒来的七娃 看着商场外面排队的韭菜们 他拼命阻止 可一人难敌众口 他被狠狠推倒 砸到了头 失血过多死去 而牛仔裤们又迎来了杀戮时间 故事结束 等等 六娃呢 哦 六娃摸鱼去了 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上班摸鱼可以延年益寿 大家记得合理摸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哦 我们的口号是 狗事狗事狗事